大家好,我要封,今天7月11号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个大难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论议题 虽然是一个难题,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 这两三年,由于中美两国之间斗得很厉害 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许多的围堵与制裁 可以说是处处针对中国 又是贸易战,科技战,人权议题 台湾议题,香港议题等 国际间对于中美两大国的对抗 以及有关修习抵得陷阱的谈论 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然而,其中一个颇有争论的地方 这是有关东升西降是否为真实 还是说,这是中国方面主观的认定 主观的期待呢? 东西方的学者、政治人物 各有说法,各值一词 两年前,2020年4月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ASPEN安全会议上说 中国人对东升西降的看法是错的 他说,有些人相信,也写出来说 美国正在永久衰落 我不这么认为 我告诉他们,你看看所有的华裔诺贝尔科学奖 获得者和医学奖获得者 除了一个是中国公民之外 他们要么是美国公民 要么变成了美国公民 这里就告诉你一个道理 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他们才华横溢,充满活力 有时候,美国似乎是在朝着 不可挽回的错误方向前进 但是之后,美国又能够重塑自我 并且重新振作起来 这段话是李显龙说的 这是他举的例子 的确是有道理 但是,就只能够用这个例子 从这个观点切入吗? 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例子 比较客观的说法呢? 我们今天就尝试一下 从比较抽象的概念 到具体一点的应用 再加上逻辑的观点 来寻找一些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 我们就先从李显龙的举例来说吧 按照他的说法 这些华裔诺贝尔奖得主 大部分是转化成美国公民之后 或是在美国出生才得奖的 我推想他的意思是 美国有良好的环境 能够吸引各国的人才到美国发展 这句话没错 但是,有一些破绽 或是缺漏的地方 第一,他说的是现状 过去和现状 没错 美国到目前为止 仍然吸引着各国的人才 但是,这是现状 李显龙的说法 就好像是 美国现阶段的GDP是全球最大的 那么,将来也必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追赶 问题是,在未来 美国是不是能够像现在一样 继续吸引各国的人才 这才是重点 对吧? 第二,以现状来看 美国仍然是全球范围内 最能够吸引人才的国家 那么,在未来 是否有其他的国家 也能够像美国一样 吸引各国的人才呢? 或是接近美国吸引人才的程度 如果中国在未来 能够更多的吸引人才呢? 我们为什么要说 除了现在之外 还要看未来的趋势 因为,当我们说 东升西降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现在正在发生 而且,还会在未来几年 或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之后 继续发生 所以,必须要看趋势 如果对这一点没有了解 那就是白搭 白说了 也没有说服力 我们先探讨一下 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吸引各国的人才呢?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就可能比较有共识了 第一 美国大学的学习环境 研究环境好 这里说的大学 包括了研究所 研究室 实验室等研究机构 美国为什么在这方面的环境好 我们可以这样说 美国的师资 设备 经费等条件好 因而造就了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要加上一个要素 也就是第二个 资金 或是钱 No Money No Talk 这是香港许冠杰的歌曲 钱钱钱 清清清 也是电影天才与白痴的插曲 第二 美国经济强大 国家富裕 个人所得高 用白话文来说 就是薪水高 美国的薪资高 不论是研究人员 学校机构 私人企业的工程师等 所支付的薪水 比大多数国家来得高 这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吸引了全球许多国家的人才 到美国求学或是发展 这两项是主要的原因 美国的确有这样的条件 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且是几十年 一百年来都是如此 美国不断地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 问题是 当其他国家的经济也慢慢发展 国美所得增高了 这种情形可能就会改变 或者是改变一些 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 也有能力支撑内部科研所需要的经费 支付可以匹配的薪资 举个例子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在1990年代与2000年时期 蓬勃发展 一些到美国留学 或是工作的科研人员 工程人员等 有不少的比例返回台湾发展 一方面 台湾的半导体厂商 开始有能力支付比较高的薪水 二方面 如果薪水的吸引力还不够 这些厂商可以提供诱人的股票齐全 来吸引人才 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有能力 支付更高的薪资 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呢? 答案是正面的 尤其是在美国的科技封锁之下 将会刺激大陆对科研人员的薪资支出 包括了对工程人员的薪资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福音 美国的压力反而变成了一个福音 我们只要看一看 大陆在过去的十年 一些新科技蓬勃发展 而且是快速发展 就可以验证这个说法 这些年 大陆在人工智能 AI 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 大数据 云计算 5G通讯 量子技术等 都是快速发展 这就说明了 中国大陆在现在 已经接近了与美国等量奇观的 研究发展环境 而且在趋势上也不落后 甚至于可能还呈现出更快的发展势头 唯一可以挑剔的是教育养成方面 还是不如美国 中国大陆在大学研究所方面 还有改进的空间 不过 中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的人数远超美国 这方面可以弥补一些在教育养成方面的不足 画面上的图表是2016年福布斯的数据 中国在所谓的科学 技术加工程加数学 STEM 这方面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是470万 美国大约是57万 相差超过8倍 另外 根据美国华府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研究数据 到了2025年 中国将有约77,000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 几乎是美国4万名的两倍 而且 如果排除美国的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数据大约是美国的三倍 当然 数量并不代表质量 不过 相差悬殊之下 庞大数量的差距 还是会造成可观的影响 所以 美国在教育养成方面领先 中国在科技人员的数量 以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领先 不过 中国在科技人员的养成教育上 还可以追赶 可以改进 也许需要10年 20年 30年的时间 就算是需要50年的时间 也没关系 但是 美国在科技人员的总数上 就难以追赶中国 这是现实问题 因此 李显龙的说法 应该修正为 美国本土加海外进入美国的人才 跟中国本土加海外的科技人才相比 这才是比较完整的论点 现在得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 商业化 实用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 不是单单依靠诺贝尔得奖人数吧 如果是的话 只要把诺贝尔得奖人数 换算成工业技术 或是生产力就好了 美国的确吸引了更多的海外人才 进入美国发展 但是 如何把研究成果 科技化 实用化 与商业化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在商业化的能力 的确强过美国 这十几年 不论是在科技的商业应用 或是军事科技的发展与落实等 中国都比美国迅速 工业化与商业化的能力 也都比美国强 除了刚刚说的AI 量子技术方面 我们就拿军事科技来看 中国在隐形驱逐舰的发展 可以说是飞快 从052C到052D 再到055 不到20年的时间 就以歼20来说吧 发展周期也比美国的F22 以及F35稍微短一些 从2011年1月11日首飞 到2018年开始量产 只有7年的时间 科技的使用化 商业化非常重要 这是竞争力的表现 我们就以刚刚说的那几项前沿科技来说 几乎都是美国先搞 先发展的 但是中国很快就追上来了 而且有些领域还超过美国 中国已经在纯电动汽车电池方面领先 AI方面 短短几年的时间 中国竟然出现了后来居上的态势 量子通讯上 中国领先 量子计算方面 双方正在激烈的拼斗 我们从李显龙的说法 推论出许多的面向 在评估是否东升西降的时候 需要考虑趋势 否则 这是表面上的看法 现在来谈论我们自己的观点 经济 经济总量 从经济总量来看 东升西降的趋势 没错 我们先从大范围来看 整个西方世界 我们就说G7集团吧 1976年的时候 G7的经济总量 在全球的占比是 61.8% 但是到了2021年 G7的占比是44.6% 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的下滑趋势 如果把西方国家扩大为 美国加欧盟加上五眼联盟 也是如此 然后把东方定义为 中国加上东盟加印度 也是同样的情形 如果更进一步 把拉美中东与非洲都拉进来 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这时候 我们可以称之为非西方国家 总之 东方或是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比西方国家快 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东升西降的趋势 为什么经济表现这么重要呢 1894年 美国的GDP首次超越英国 从那时候起 一百多年来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这也造就了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另外 当我们谈论经济总量的时候 必然涵盖了科技的成分在里头 没有一定分量的科技与工业实力 不会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 没有听说哪一个国家 单单凭借着卖石油 就可以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俄罗斯虽然卖石油 卖天然气 却也有强大的军火工业 与军事科技 所以 如果只是数算诺贝尔奖得奖人数 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 诺贝尔得奖人数只是一个参考点 我们要看经济总量 看科技 然后再看政府治理效率 人民的企业活力 包括了创新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 再加上规模 好比说 以色列的科技实力 政府效率 社会活力也都不错 但是在规模上 就限制了以色列的发展 难以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可能有人会说 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持续的 有关这一点 没错 撇开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 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很快地恢复了增长 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 有一个说法 所谓的东升西降 东升是没有错 但是 美国并没有衰退 没有降下来 降下来的是其他的西方国家 比如说欧洲与日本 日本25年来的GDP 都是在5万亿美元上下浮动 这几个月 日元汇率大幅下滑 日本今年的GDP 恐怕还不到5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之后 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直都很缓慢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07年的时候 欧盟的GDP是16.2万亿美元 去年2021年是将近17.1万亿美元 看起来有些许的增长 然而 今年欧盟的经济增长不乐观 还有可能会进入衰退 再加上欧元汇率贬值 今年以来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贬值了将近11% 今年欧盟的GDP 非常可能会再次滑落到16万亿美元的水平 等于是从2007年以来 15年的时间 欧盟区的经济增长是停滞的 欧盟步入了日本的后城 可以说进入到失落的15年 我们现在给欧盟区一个判断 欧盟区在未来5年的经济表现 仍然不看好 除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 由于俄乌战争爆发后 欧盟与俄罗斯针锋相对 缺油、缺电、缺天然气 又缺粮食、物价高涨 蓬蓬上扬 影响了欧盟区的经济复苏 然而 又看不到 俄乌战争会在短期之内结束 这种情形持续下去 就是我们说的 欧洲与俄罗斯 双方会进入一个长时期的熬战 相互杠下去 欧盟区的经济会有很大的概率陷入停滞 因此 东升西降的趋势确立 除非美国把中国打垮 打掉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 让中国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由于西方阵营中的欧洲与日本 都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停滞 日本停滞了将近三四年 欧盟区从金融危机以来停滞了十五年 因此 西降的趋势确立了 剩下来的 只能够看美国的了 由美国独称大局 问题在于 美国这边是不是真的没有降下来呢? 这是最大的争论点 另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议题 李显龙还有一段话 他说 有时候 美国似乎在朝着不可挽回的错误方向前进 但是之后 美国又能够重塑自我 并且重新振作起来 李显龙这一番话 把美国形容得很神 美国有自我修复的神奇能力 那岂不是打不死的魔神吗? 到底美国是不是有这样的神奇力量? 如果有 那又是什么? 这是非常关键的议题 也是有关中美的胜负 请收看我们下期的视频 神奇的力量 我们会来破译所谓的 美国自我修复的神奇力量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 凤云天下杨夫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